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南篮,关注一下周期 那么我相信在昨天晚节时候 一个关于周期的消息是刷爆了互联网的各大关心周期的球迷 那这三消息是什么呢? 是从这个著名篮球评论员苏群 他的一个微博中爆出来的 他表示这个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凤凰队 由于疫情的原因导致联赛推迟 是因为里边有球员感染了这样一个新冠病毒 而且其中他强调周期也是密切接触者 这不由得让很多的球迷对于周期目前的情况感到非常非常的担心 但是很显然这又是苏群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造的一次 弥天大谎或者说是造谣 那么澳大利亚当地的我们说这个专门跟队采访的记者 叫做Sasha的这样一个自媒体微博 也是在自己的官方上做出了一个辟谣 表示自己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周期根本就没有感染新冠 可以说这两个人的信息究竟应该信谁呢 我觉得很显然大家仔细翻看一下过往两个人爆料的相关周期的消息的准确度 就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 后者这名叫做Sasha的媒体人所爆出的消息 显然是更加准确更加权威的 因为他是澳大利亚的助地记者 而且我们看到此前网上最先传出来周期一些训练 包括训练赛的这些队内的视频都是由他曝光出来的 所以说他也是周期第一接触者 因此他的消息准确性明显要比苏群更高 而且这名媒体人也是爆料自己忍无可忍了 因为此前苏群就曾经爆料过 有两支NBA的球队愿意给周期十天的短合同 并且提到其中有一支就是NBA的豪门洛杉矶湖人队 那Sasha等于是一下子劈了两个谣 第一个谣就是说周期并不是密切接触者感染了新冠 第二个谣就是说此前关于这个NBA球队想要视讯周期的消息也是假的 所以说他也是一下子就是打了苏群两个耳光 可以说苏群现在真的就像咱们的题目中所说的那样 脸都不要了 作为一个可以说在中国篮球圈里边非常非常知名的这样一个篮球评论员 他竟然是毫无底线的去造这种 真的跟一些普通的自媒体是没有任何的区别 你要知道你的身份和这种草根自媒体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吧 他是这个篮球前锋报 也是国内发行量非常大的一个篮球杂志的总编辑 曾经也是央视对吧 关于NBA解说员的几个最主要的嘉宾之一 一个如此专业或者是在篮球圈内说话如此有影响力的人 天天造中国球员去NBA的这种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应该 除了周期对吧 他还造过什么谣呢 此前关于这个胡明轩 在这个奥运互联远赛当中打得比较不错 当时他也是几个人传出来说有这个NBA的球队想要去视讯胡明轩 这个消息的几个始作俑者之一吧 事实证明也根本没有什么球队愿意给胡明轩开出下级联赛的合同 这本来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你胡明轩就打了两场好球 难道就能够受到NBA的青睐吗 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能够吸引到人家的关注 他也不会轻易的给你下级联赛合同这么简单 你起码在联赛当中打出一些出色的表现之后 持续受到NBA球队的关注 人家才有可能给你这样的一个合同 所以说作为一个咱们说非常非常官方的知名媒体人 天天去造谣来博取球迷的流量和眼光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应该 就像咱们说的 你的身份地位摆在这里 这种事情你是不能做的 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 完全就是凭空意测 然后就爆出这样的消息 跟你的身份可以说是完全对不上的 那么这里要点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